马可福音五章十九二十节 耶稣不许,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走了 在迪迦坡里,传扬耶稣 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稀奇 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 原文是说举凡有多少的意思 是说凡事主在你身上所做的事 每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会经历 主耶稣在我们身上的改变和恩典 在这里让我们看见 传福音并不是要读完圣经一遍 或是上过个人补道后才可以去做的事 只要一个人经历过耶稣 就可以有个人生命的见证 可以述说给别人听 格拉森在加大拉区 也是迪迦坡里的十座城之一 迪迦坡里就是十个城的意思 现在的一名叫做德卡波利斯 所以那人信了耶稣以后 他就开始在他居住的那一县或者郡到处传福音了 如果每一个基督徒信主后都是如此的传福音 我相信福音早就传遍世界了 求主那改变的大能充满我们 使我们起来为主做见证 弟兄姐妹们 我们得救后 千万不要让福音的火熄灭 因为神要借着你拯救你的家人和周围的人 不要失去这蒙福的机会 要成为一个传递神恩典的人 传递神恩典的人